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我相信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二十岁的体态 三十岁的勇气 四十岁的自信 但是真的能做到吗 你所搭乘的是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这首歌就是李星杰 刘若英和张爱佳所演唱的 二十三十四十 出生的已经习惯寂寞 你有没有搞错 除了工作还是工作 搞什么你在替我难过 你还嫌我啰嗦 你这叫做什么生活 一个人心里多想恋爱 真的机会依赖 扭扭扭捏捏不肯放开 空等待 等到脸色发白 等到姑妈不来 求求你就不用再装怪 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 自己要明白 这是一个需要主动 幸福自己找的时代 别怕爱会带你去那边 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几点 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 爱就继续冒险 不爱就说再见 好像我觉得对于女人来讲 一辈子在谈的 在追求的 好像都是爱这件事情 可是到底我们在 努力的想要爱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的爱自己呢 今天呢 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觉得我身边呢 大概没有一个朋友 是不爱喝咖啡的 但是我自己是不能喝咖啡的 所以每次看到 跟喝咖啡有关的话题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特别有兴趣 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喝咖啡的学问是很大的 那不少人呢 他们都会透过喝咖啡来提振精神 但是呢 喝咖啡的时间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美国神经学家 Steven Meyer就指出说 如果你想要咖啡 要发挥最大的好处 最大的功用 就必须要在早上九点半到十 一点半之间来饮用咖啡 才能够达到最佳的醒脑作用 如果你在错误的时间喝了咖啡 那么它的效果呢 就看不出来了 而往后呢 你会需要更多的咖啡因的刺激 才能够起到提神的效果 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人们呢 在早上大概八点到九点 刚起床的时候 什么谁早上八点到九点 才刚起床 我们都前早 上班族怎么可能八点九点才起床 反正它的意思是说呢 当时人体的皮直唇的浓度比较高 不过在醒来之后的一个小时 就会开始下降了 这时候就会感到疲倦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 就是说 假设你是早上六点半起床的人 那么到了七点半以后 就是你醒来一个小时以后咯 那么你的人体的皮直唇就会开始下降 就会觉得有一点疲倦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喝咖啡 它就能够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那咖啡因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刺激神经中枢 可以提振精神 好 那么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呢 是皮直唇水平的高峰期之外 中午到下午一点钟 还有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半呢 你的皮直唇的浓度也会上升 所以咯 建议皮直唇浓度上升的时候 就不要领用咖啡 因为这时候身体对于咖啡因的刺激 是不明显的 所以人们就觉得喝了咖啡 好像也没有什么效果 而后面呢 就会要喝更多更大量的咖啡 咖啡越喝越浓 其实呢 只要是喝咖啡的时间 不同效果的感受呢 也就会大大的不同了 而且我记得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喝咖啡都是没问题的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 不能喝咖啡了 不要说是喝了咖啡睡不着 喝了咖啡之后还会有心悸 跟感觉到很不舒服 甚至有点恶心想吐的感觉 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真的要爱自己的话 那应该就从了解自己开始咯 所以呢 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请教今天 我们幸福号列车上面的这一位 这一位呢 他是营养师林佳靖 待会我们就来听他聊一聊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 每一天的作息 以及饮食都真的能够让我们年轻 又能够让我们轻盈 让我们瘦得好看 让我们看起来很有朝气 我想呢 这也是很多朋友们 很想要知道的一些秘诀吧 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 就是营养林所演唱的 看我七十二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呢 在我们的幸福号列车 邀请到的这一位 他是在苹果屋出版了 好几本教大家怎么样可以吃的 又瘦又健康又年轻的营养师 林佳靖 那现在呢 我手上就拿了两本 一本就叫做 关键一朝启动年轻基因 另外一本是顶尖营养师 教你吃出瘦子体质 那当我看到林佳靖 营养师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也觉得好奇怪 她的身上有种高中女生 才会有的一种 很奇妙的元气感 哈喽 佳靖 你好 是 各位news酒吧 还有幸福号列车的车长 张曼娟老师 您好 因为其实我非常的 有点紧张 又很high 其实已经上媒体很久了 可是看到这个偶像 这个曼娟老师 其实是 真的是我们求学的时候 这个文学大家 哇 今天真的好兴奋 他其实我觉得 曼娟老师才是最吻合 这个二十三十四十 二十的这个年轻量态 三十的体态 四十的智慧 这个在 我有被你称赞到了 这个在列车长上 是充分展现 好 那这我们就先从 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个咖啡的话题来说一说 好不好 好的 其实咖啡 就是很多人 成也是他 败也是他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我这特别 在第三本书里面 也谈到的 就是酒跟咖啡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其实 现代人饮用咖啡的情况 已经有一种 这种毫无节律的情况 那我们给大家 一个简单的原则 任何会让你上瘾的事情 其实都不是好事 真的 所以我们很简单 很多朋友跟我说 没有没有 我对咖啡没有上瘾 我说好 那么从你现在开始 你能够一个月 两个月 都不碰咖啡 你才能证明 你并没有对他成立 我觉得是做不到的吧 对 可是很多人是 他已经其实有 咖啡阶段症状 譬如说 很多人 他平常喝惯了咖啡 但他不碰咖啡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头痛 然后呢 昏昏沉沉的 对 尤其这就是所谓的 咖啡阶段症状 那是因为 其实有很多人 喝咖啡 咖啡本身是一个 刺激性的东西 其实但是我会跟大家讲 有人是因为 他觉得他喝了咖啡 就会上厕所 因为现在有很多人 有排便上面的问题 对 那其实大家可以知道 他刺激的就是神经 因为当你的交感神经 自律神经 他蠕动得非常快的时候 包括可能一种 是表现得很兴奋 那另外一种 就是肠道也才会蠕动 所以其实他某个部分 跟药性的作用 其实没有两样 他只是比较轻微 可是咖啡因 其实也是要 藉由肝脏的一个 解毒机制去代谢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有些人 他可以荣允的咖啡剂量 因人有所不同 就像有些人 在服用某些药物的时候 他的剂量必须要 是人家的好几倍 对 才有效 这跟我们肝脏解毒机制 其实是有关的 那我们就是要 跟大家讲的 就是说 包括现代人的文明病 里面很常有的是 晕眩 其实如果 我们的听众朋友 里面真的有人 有这样的问题 我真的跟大家讲 当你戒断了 任何咖啡因的东西之后 你会发觉 你这个问题已经好一半 真的吗 真的 很多人一直不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 对于它的晕眩影响 是非常大的 OK 好 所以你看 那个家境营养师 一出手就觉得很厉害 那我要赶快追加一个问题 那像我这种 以前 为什么我以前 年轻的时候 念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喝咖啡都没有问题 为什么越到了后来 我就觉得好像 喝了咖啡之后很难受 好 这个其实我们就谈到 就是说 身体都是保养的一个观念 就像我们讲的说 有些人年轻不过敏的 可是为什么 他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就好发气喘 没错 所以因为我刚刚有提到 这个咖啡其实是有loading 有代谢能力 有dosage 就是有剂量上的问题的 所以有些人 他在我们讲的 长期的工作 高压力的生活习惯之后 其实呢 现代人很多 都有或轻或重的一些 比如说自律神经失调 焦虑或是睡眠品质上的问题 然后当他在遇到这种咖啡 甚至是饮用时间的不适当 就是有些人 你可以看到 现代人有时候 他不知不觉 一天已经从一杯 两杯 三杯 四杯 没错 但是很多人会说 那可是西方人 其实我们跟大家讲的 本来有很多 为什么我们很多 谈现在科学的观念 都从基因解码 基因层次去谈的 其实人种的不同 有时候对于很多东西的荣允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我的特别 第三本书里面 不止咖啡 我也提到酒的部分 没错 台湾人是没有喝酒基因的 好悲哀哦 我才正打算要进入酒国 成为名花的说 真的 台湾人是没有喝酒基因的 可是白人 你看我们这个喝酒文化 是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没错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先不谈饮用酒 什么好饮啦 或是这个品 就是品这个酒的 这个性格不一样以外 是因为的确在白人 他们99.9%的人 是有把酒精代谢 从乙醇 乙醇是 我们喝了乙醇 就是酒精 这个学名叫乙醇 到身体里面之后呢 会被转换成乙醇 对 那乙醇其实在 世界卫生组织 为什么我们把它是 定为一级致癌物 它是很毒的 它必须要再立刻 被我们身体里面的 一个肝脏的酵素 代谢成乙酸 然后排出体外 是 但白人的身体里面 99%的人 都有把乙醇代谢成乙酸的 这个基因 但在台湾人里面 是两个 只有一个人没有 哇 所以很多人一直有一种 错误的观念 他认为 喝酒 如果我的肝很好 就是没有问题的 对 殊不知 其实你缺乏 这个基因的 是很容易罹患食道癌 咽喉癌 原来如此 所以 所以 跟大家讲 科技的进步 大家要与时俱进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喝了酒之后 你看我喝了酒 我脸红红的 我都散发出来了 那个就是 以全代谢不掉的 一个反应 很明显的反应 而且 光是用脸红 这个检查 因为有些我们就说 自我感觉是不准的 但是在喝酒的 这个部分 你喝了一杯 不到一罐的啤酒 就会脸红的人 但是你不要跟我说 你现在不会 因为他的确是可以训练的 所以你必须回忆的是 你刚开始有喝酒经验 那一两年内 如果你再喝不到 一瓶的啤酒 就会有脸红的情况 其实你就是 没有这个基因的 就是最好不要喝酒的意思 对 因为他 因为我们讲的 他其实是会 罹患其他的癌症 因为我就说 乙犬在身体里面 是一级致癌物 真是太可怕了 可是台湾是 养酒进口的 前六大国家 对呀 台湾就爱喝酒 以小小的两千万人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一定要强调的原因 大家 你是没有喝酒的 本钱的 好 了解了 请不要搏命演出 这次搏命演出 好 其实我们今天呢 看到了我们的 营养师林佳靖的 这个书里面 提到了瘦子体质 提到了年轻基因 我觉得有意思 就是我们常常会说 我的体质 就是容易发胖的体质 或者是说 那这就是我的基因 没办法改变啊 可是显然 你们现在并不这么认为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因为以我自己是学 生化工程跟基因工程的 我们要告诉民众 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我们并不是要 改变大家的基因 其实我们并不是要 做基因改造 这件事情 但是很多人误以为 有没有我们讲 基因就像遗传 什么是遗传 我们就说 比如说那个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有没有 就是有一点像 遗传的概念 但是科学家 在2003年 把基因解码之后 证实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其实我们的基因 是像我们这个录音间的 很多音律调节器 它是可以强跟弱 它不是只有0跟1 它不是固定的 对 它不是固定的 所以人跟人之间的不同 主要不在于 基因种类的差异 而在于启动方式的不同 所以有很多人的确 可能因为你过去 错误的饮食跟生活习惯 去启动了 变成很易胖的基因体质 可是其实是可以reset 各位你要听到 reset的意思就是 电脑当机的whatever 你不用管它是怎么当机的 对 只要按了一个开关 它可以重新启动就好了 没错 那我们要告诉大家有希望 就是如果已经命定了 我们就不用跟大家谈了 我们积极要告诉大家 就是其实你是可以 重新回到一个瘦子的体质 那年轻也是一样 对不对 对对对 以前我们讲的 以前人觉得只能延缓老化 但我们就说 那个秦始皇派人找的 那个科学家已经有了 就是人其实现在证明 是可以重返年轻的 这个听起来实在是 太送动了 太送动了 是不是 真的 大家都马上醒过来 我们真的不是风神榜 我们真的是科学家 好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当然就会 跟大家来说一下 但是我们要先来 介绍一下的就是 你在书里面不断地 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四三二一 感觉好像接下来 叫camera的样子 四三二一是什么 好 我们跟大家讲的 四三二一黄金 摺盘饮食原则 其实只是一个帮助民众 从科学实验室的研究结果 到我们得到这个健康 重返年轻的结果的一个方法学 所以我们就说 它叫做四三二一黄金 摺盘饮食原则 那我们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虽然我想很多人听到耳朵 都涨前了 就是四就是 各位目测 我还是再次强调 我从来没有 从我毕业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让我的民众 去趁过一天 他食物的重量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需要趁重 营养食很有功德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都说 你加速民众 他得到健康的复杂跟困难度 你不是帮他 你是加速他放弃 让他非常的教育 那我们立刻解释 四三一下才能解释 要卖个小关子 再来告诉大家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 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放弃了振作圣灵 只为了一颗爱耶稣 如何让你明白 让你懂 说到长相厮守 就头痛 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 不敢担保自己成熟的猪 如果有一天 我有了大肚腩 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 如果有一天 你曾了花脸疯 我是否会嫌你又老 又牢骚 如果有一天 我有了大肚腩 你是否会爱我依然 如果有一天 你身材周遥阳 我是否还会为你 拆下星星月亮 你所大层的是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听到这首歌 阿牛所演唱的大肚男 大肚男黄脸婆 都是我们不想要的 可是难道这就是一种宿命吗 你不想要也一定会拥有吗 还是其实我们是有方法 可以去改变它的 今天能来到我们幸福哈列车的 是在苹果屋 出了好几本书 谈怎么样让你 透过营养师的建议 而能够拥有你的瘦子的体质 或者是年轻的基因 今天就有营养师是林佳靖 那佳靖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 所谓的四三二一 黄金餐盘饮食原则 当有了这个饮食原则之后 就不会有大肚男跟黄脸婆的产生 那我们就只好跟阿牛说抱歉 好我们赶快跟大家解释 何谓四三二一黄金餐盘饮食原则 大家记得就是目测 把你每一餐的所有饮食 就是早餐午餐晚餐都一样 分成四等份 这就是四 其中要有三等份 是来自植物性的食品 那我想植物动物 我应该不用定义 其中要有两等份 这就是二 是深颜色的蔬菜 那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 是深绿深红跟深黄 那并不是浅色蔬菜不能吃 但是不能替代这两等份的深色蔬菜 所以可以多吃 譬如说有些民众就会说 那我喜欢菇类啊 可以多吃 花菜啊白花菜 对可以 但是不能用来替代两等份深颜色蔬菜 原则是因为颜色呢 它代表它的营养的丰富度跟价值 所以我们要吃营养密度够的 是 避免大家呢 就是吃饱了 可是营养素还不够 了解 然后最后的那个一呢 我们要再次跟大家强调的就是 奶蛋 鱼肉 黄豆 黑豆跟毛豆 大家可以听到这些饮食的特性 就是它主要提供我们身体 优质的蛋白质来源 这个呢 要动植物性兼而有之 就是各位 如果您是荤食主义者 那如果是素食的话 没有问题 全部来自植物性的 优质蛋白质来源 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黄豆 黑豆跟毛豆 那这就是四三二一 每一餐 你都要这四等份 然后有一等份是 我们刚刚讲 植物性里面三等份是 两等份深颜色蔬菜 有一等份就是我们要强调的 叫全骨跟金类 并不是五骨跟金类 全骨的概念就是 它没有经过精致的过程 譬如说糙米 那白米就是精致的 然后呢 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 每一餐除了这四等份以外 还要每一餐一种水果 那这就完整了 我们讲的 当你身体能够得到完整的营养素 它就会去启动呢 会让你帮助你年轻的基因 另外呢 就是它会让促进老化的基因呢 是被静默被关闭的 也就是它不会发挥功能 OK 对 好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家境营养师 首先就是 以前人们常常会说啊 如果你要摄取足够的营养啊 要补充蛋白质的话 那么动物蛋白质 一定会比植物蛋白质好 这是在过去 的确连我们在当学生的时代 的分析方式啊 好像是说动物性蛋白 比植物性蛋白 在一个健康人来讲的肠胃 倒是比较好吸收的 但是后来其实呢 随着这个科学 我们都讲 科学家是不断的进步 跟日新月异的 就会发觉 其实是过去的评估方法 都不恰当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次 跟大家强调的 黄豆蛋白 所有黄豆 黑豆 毛豆制品 黄豆蛋白 它绝对是优质的 蛋白质的来源 它不仅好吸收 好消化利用 其实它的肺率 就是会在身体产生 肺物的比率 其实是低的 OK 所以我就突然想到 我40岁以后 开始喝豆浆 因为很多人告诉我 豆浆是好东西 那所以经过 我们家境 营养师的研究的结果 豆浆确实是个好东西 的确是 而且它在男性来讲 其实呢 也可以防止 很多男性的癌症 哦 是吗 对 譬如说男性 有很多 到了一定年纪之后 就会有社护线啊 良性肿大 可是一直追踪之后 就很容易有病变 或什么等等的情况 对 其实呢 这个植物性的荷尔蒙 大家千万不要把它跟 动物性的荷尔蒙 联想在一起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其实它很防癌 然后对于女性来讲 我们讲 它对于心血管的保护 譬如说 为什么很多女生 她的肥胖会发生 在更年期之后 没错 包括骨质疏松啊 包括很多的状况 是因为本来女性荷尔蒙 其实是可以保护 心血管因子的 然后呢 它会让身体的代谢 各方面其实都很好 可是当更年期之后 女生的肥胖比率 甚至是比男生还严重 就是所以我们讲的 其实植物性的异黄酮 它并不会像说 有些人去口服 动物性的荷尔蒙 会有些引发癌症的疑虑 其实是不会的 所以多喝豆浆 对身体是有益处的 对对 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 并不是 很多民众就是这样 很多容易把食物生化 你看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从来不标榜 哪一个食物 你只要吃它 就会健康 我们都跟大家讲 其实四三二一的 多元摄取是最重要的 豆浆再好都不能当水喝 这个太重要了 我发觉很多人都是这样 比方说小孩长高长壮 所以就让他三餐 都把牛奶当水喝 这也是一个问题 就像我们讲的 其实牛奶或许 本身并没有那么错 可是你把它当水喝 是使用方法的错误 我觉得说夸张一点 就譬如说 如果从现在开始 你除了吃苹果以外 然后所有的食物都不吃 那我相信 你在一个月之后就会生病 但你不能说那是苹果的错 了解 所以说到底 还是你自己的错 对 就是选择 需要智慧的 好 然后刚才有讲到说 要不能吃 要吃什么 全骨根筋类 对 全骨根筋类 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讲 因为第一个 全骨类 它的营养价值很高 你不会只有吃到 只是来自碳水化合物 供应的热量而已 对 那譬如说我们都建议 大家用地瓜 莲藕 玉米 青豆仁 红豆绿豆 所以为什么 我在那个书后面 一定要付一个 叫做四三二一 激售食材卡 各位 你如果想要激售 麻烦你 一定要用 我常跟大家讲 买书之所以没有用 就是因为你没有撕下来用 很多人一直跟我说 那个书要保持完整 我说你买书 不是为了完整 拜托他们 把它变得不完整 全部撕下来用 所以每次民众只要有在我粉丝专业问问题 我都先问 你激售食材卡 拿下来用 先拿下来用 才准你问问题 因为我们都讲 那一个金融食材卡 里面的database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 我们已经帮大家筛选过了 然后你可以自由的挑选跟搭配 但是当然是比照四三二一的原则 去搭配之后 其实我都跟各位讲 你不用算卡洛里 不用算重量 真的都不用 我保证你的健康管理会非常的容易 而且身体会得到非常多的健康益处 是 刚才嘉靖说 也许相比之下 我们吃地瓜 这些东西会比吃白米饭来的好 对 白米白饭 对 精致加工的 好 可是我有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吃地瓜 都喜欢挑选比较甜的地瓜来吃嘛 谁会去挑那个 老板这个地瓜甜不甜 不甜我才买 对不对 这不是问题 会不会太甜 其实不会 其实我们要跟大家讲 当然 其实我地瓜我还是标榜 一定要台湾传统的地瓜 你知道现在有很多改两种 是像那种栗子地瓜 皮已经变得很薄 然后肉跟淀粉质变得非常扎实 我个人是很不爱那种口感 因为它会噎到 它太干了 可是如果像传统台湾金山 九号地瓜什么等等的 它的皮其实是有一定厚度的 没错 然后包括现在有很多厂商 它都有拣选过 它不会是像妈妈以前 那种买那种一条 有没有 跟一个碗公 然后有时候一条又小到 跟一个巴掌一样大 它都会很均匀 大概它一条小小的分量 然后带皮 而且我们讲的 因为其实有时候 中央厨房处理有个好处 它不会让它焦掉 有时候你自己处理 或是在外面买的 皮焦了当然不能吃 可是又必须带皮吃 所以要带皮吃啊 对绝对要带皮吃 地瓜你如果只有吃肉 就是不行的 是吗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食材卡里面 有些人就问我说 老师 那为什么有地瓜没芋头 我说如果你芋头带皮吃 我就给你吃好不好 那不能吃 那太乱扯了 就像有人常会问说 老师玉米笋是蔬菜 那为什么玉米 是全骨根筋类 然后我就说 对啊玉米笋 真的是玉米小时候哦 可是玉米笋 你会整根吃 对不对 那如果你玉米也整根吃 我给你算蔬菜 这样可以吗 你这样说 我们就完全了解了 OK 好 所以大家真的是在 选择食材的时候 也要特别留意哦 对 所以我们才说不要用自己大脑的database 因为有时候我跟民众讲说 不要那么纠结 其实如果你过去脑中装的健康知识 跟选择都是对的 那我们今天大概也不需要跟我讨论 四三二一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开玩笑说 放弃是一种智慧 就是放弃过去那些 至少没有让我们很满意 可能你没有很不健康 可是你想要更健康 你就得寻求更好的方法 所以我常跟民众开玩笑说 要得到你的结果用你的方法 但如果你想得到我的结果 你不觉得用我的方法是合理的吗 好 因为要证明我们这个节目 真的是在做现场 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开一下 现场的call in 如果朋友们在听到 刚才我们的营养师 嘉靖所说的 你有什么问题 说我就是这样吃 为什么不是这样的结果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的电话是 0283693398 0283693398 我们来听宇宙人所演唱的 一起去跑步 有多久了 没有流汗 有多少运动鞋 还没有转 有多少问题 有多少问题 在追赞 有多少佣人自扰 甩不开 转一个弯 不需要把方向盖 没那么难 不需要把方向盖 烦闹跟着体温散去 我说为什么要流泪 不流汗 一起去跑步 请不要说不 我们的节奏 是洗两口再度 用这样的速度 把地球的忙碌 都跑在半路 一起去跑步 也许有岔路 也许被半马挡住 至少我们 没有什么到不了的路 你是大城的是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搭的是 相当专业的营养师林佳靖 那么佳靖呢 除了好几本书 都是由苹果屋所出版的 在告诉我们 怎么样可以启动 我们的年轻基因 怎么样可以吃出 我们的瘦子体质 我觉得这些都是 一看就觉得好有魅力 我们现在呢 有一位朋友在线上是董先生 董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 那个营养师好 就是我有尿酸偏高的问题 然后有发作过痛风 那我不知道说 像我这样的人 能不能喝豆浆跟豆腐 非常好 这在我们第一本书的时候 就已经解答了大家这件事情 因为这件事情 大概2006年美国的 内科医学会 就已经完全平反了这件事情 就是呢 痛风这件事情呢 只跟几件事情 就是喝酒就没救 我们可以讲实际一点 然后呢 还有一些海鲜类跟红肉 其实比较 这些才真正跟痛风的发作有关 当然还有 这样体质的人 如果你的水分不足 其实你身体是没有办法 因为尿酸的这个东西 它必须从水当中被排除出来 还有就是不可以千万万用 激进的方式减肥的时候 你都不用来自饮食 你身体的大量肌肉细胞分解 就会产生大量的puring puring 然后就会变成是尿酸的这个问题 所以用急速减肥的方式 也会造成尿酸的发作 然后你只要一喝酒 就一定对于 尿酸体质人 对就是完全没救 而且不要再问我 不分哪一种酒类 就是含有酒精的 都不行就对了 因为呢 酒精代谢之后 我们刚刚讲的 它就会变成乙酸 两个酸性废物在身体里面 要竞争排除的时候呢 酒精的这个乙酸 会优先被排除 然后尿酸就被留下来 然后浓度一高 马上就发作了 好 所以董先生 您听清楚了 酒是绝对不能喝的 激进的减肥 也不要尝试 豆浆是可以的 豆浆豆腐 豆干这些都没有问题 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非常谢谢 我们接下来接听这位是 李小姐 李小姐你好 曼娟老师 佳金阳师好 我想要请问 第一个是我个人的问题 就是大概就是 更年期一两年 然后我发现好像伴随的是 很不容易入睡 然后营养师的第三本书 我已经有人 因为我也刚认识营养师 因为我之前也没有看到书 或者是节目 谢谢 那我想请问第二本 那个顶尖营养师 教你吃出瘦子体质 跟现在的第三本书 他们哪里有特别不一样吗 然后还有就是 老实讲 那个卡片 我也没有剪下来 因为我发现 我不知道那个 剪下来跟没有剪下来 我在那边翻来看 有什么不一样 我真的要找人 绿色蔬菜 我一直都吃不够 谢谢 营养师 那请你帮我 好 没问题 谢谢李小姐 请说 首先第一个 实践是验证真理 最好的方式 您就剪下来 用用看 就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 好不好 书真的不会变贵 好 然后呢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先回答 就是说 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读者 在问这个问题 那我统一回答 就是我的粉丝专业上 其实有告诉大家 这三本书的话 很多人因为没有听过 四三一黄定参盘 饮食原则 然后不知道执行之后 会不会又是白忙一场 因为有些人已经是 用过了各种方式 想管理健康 那如果想要知道 用这个方法之后的 所有见证者 然后包括一些新观念 是在第三本 但是如果你打算 要开始执行 四三二一的话 所有比较完整的方法 学是在第二本 那第一本的部分 也是有 但是呢 他还有告诉各位 就是有些人 他就是很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我以前这样做不行 那第一本里面 有告诉你 为什么不行 那第二本是告诉你 直接做对 那第三本是告诉你 做对的人 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这样有清楚吗 好清楚哦 好 我们还有一位李小姐 等待先生 今天很热烈 来李小姐你好 李万娟好 还有我要请问营养师 是的 我都是买一斤的黄豆 干的 然后煮好以后 等于是瀝干了 冷冻起来 然后再每天抓一些下去打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这些瀝锅 瀝干的这个黄豆 是不是没有豆浆这么有营养 不会 不会 以 我讲的不能全部适用在所有的食材 但是以您处理黄豆的这个部分的话 没有问题 李小姐 还有问题吗 没有 所以您现在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你可以安心的继续继续执行下去 每天都吃没有关系吧 每天都吃没有关系 当然你不要过量的话 就是说 譬如说您刚刚有讲 是早餐的部分 这非常的好 很健康 谢谢 而且不要拿来当水喝 我们刚才也说过 对 OK 好 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请问一下家境营养师 是 我们现在只剩下两分钟 你还想要提醒我们朋友们什么事呢 就是呢 方法不对 努力 白费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在吃的过程啊 对不对 你是不是要有科学化的管理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量测 因为我们讲的很多民众常会问我 就拍了张照片 然后放到我的粉丝专业问我 说老师我这样吃对吗 我一刚说他说 按照原则来看大致上是对 但你身体有没有得到 他真正需要的原料 你就看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就是你吃的食物做成的 你必须量测你的体组成 所以我跟大家讲 就是不要再买那种 很时尚的体重剂 量起来也不会比较轻 请买体脂剂 就是可以量出你的体组成的 你才知道你是减油 减对了 还是减肉 减错了 越减基础代谢率越慢 所以我们要减的是油 不是肉 所以我喜欢讲减肥 我一点都不喜欢讲减重 重量不重要 你跟他两天肚子没有两公斤 没错 我没有值得高兴的 谢谢 OK 好了解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邀请到营养师林佳静 佳静真的是一个 非常充满元气的女生 他为我们带来很多充满希望的减肥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吃这件事情上面是非常重要的 真的真的 他可以因为吃对 让你在八十岁的时候 看起来像个五十岁的人 你说多好 真的 然后当然也是要搭配一点运动 可是不能只靠运动 因为我们讲的运动其实是促进健康 但是如果以科学来讲 你问我减肥运动是不是必须 我们告诉大家不是必须 但是你说我运不运动 运动 因为我刚刚讲的促进健康 而且适度的运动是抗老化 但是过度的运动 极限运动 以运动为职业的反而是促老化 哇 好 我们还有更多更多的资讯 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 你可以直接上我们林佳静 营养师的脸书 或者是从他的书里面 可以得到很多的信息 是的 今天非常谢谢充满元气的 我们的营养师林佳静 谢谢你 谢谢麦军老师 谢谢 谢谢听众 我们现在要听到这首歌 是莫文蔚所演唱的 《甜美生活》 希望大家都可以轻盈 纤瘦年轻 享受甜美生活 我们下礼拜一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轻辑 再多一点点美丽 再少一点点痕迹 再多一点点免疫 我就能靠近你 清晰 清晰天美空气 为自己呼吸 不知是从坏你 清晰 清晰天美天气 永远被别人的台词 怎么演好自己 而也许 尝过了多余的泪 才明白不值得回味 心情的伤悲 再少一点点疼疑 再多一点点真实 再少一点点迷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